今天十点不一样精神 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 首先来看的是房市的部分 今年受到了美国联准会升息的影响 台股重挫 外加台海危机浮现等多重的利空因素夹杂 让原本热络的房市陆续出现了不少反转向下的讯号 包括加一天数的逐渐拉长 还有网路降价求售的物件暴增等等 有房仲业者就统计这波台股的股灾 已经导致不少购物族赔掉了自备款 一旦资产减损就会影响到购物意愿 那么越来越多人暂时观望的结果 也会让房市的成交量逐渐的萎缩 现在要卖掉一个房子的这个时间越拉越长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件 是在星云重划区相对抢手的物件 采光明亮 格局方正 这处位于重划区的两房物件 实际使用坪数高CP值 是不少购物族看房首选 今年受股灾和升息影响 难免影响交易量 不过业界资历两年的房仲黄先生 下半年平均每个月 都至少有两件案子成交 显见刚性需求依旧有称 购物的客群上还是不减繁身 因为在针对这间房子 在当时在待看的时候 就至少带了三十几组了 其实如果你有不错的物件释出 那条件也不差的 它其实成交的价格 还是会跟去年持平 或者是在微微的往上 今年多重利空包围 让房市反转讯号接二连三 信义房屋调查发现 由于台股今年以来 重挫五千多点 导致购物族大失血 其中以新竹人 有31%自备款亏损受伤最重 为满30岁以及30到34岁族群 因为资产减损 想购物也只能先观望 股市其实大幅的修正 他们可能会对于未来的景气 可能未来半年景气看法 会显得比较悲观 那既然对于未来景气 比较悲观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们在与购物的这个决策 或者是在价格态度上 也会比较保守 升息和股市重挫 影响范围逐渐扩大 有不动产网路平台统计 近期网路降价物件 从七月的六百零八件 暴增到九月的一万件 全台平均降幅来到百分之五点六 其中以台中市的两千六百三十九件最多 其次为桃园的一千七百九十三件 高雄一千四百六十一件排第三 业者分析 虽然房价并未明显下跌 但恐怕是反转前兆 担忧房市反转 担心房子卖不掉 有资金需求的屋主 已有越来越多的迹象 估计只要升息不停 股市不回稳 房市降价求售的状况 仍会延续下去 下半年房市激情退去 戴德良行总经理严炳丽预言 今年全年买卖移转动数 将跌破三十二万 创三年新低 但也有专家认为 营建成本上升 外加刚性自住和换屋需求 都有助房价称在高档 因此还不能断定房市已进入空头 今年一到九月 大概预售的销售率 的确差了最起码三成 比去年来讲 那城屋就比去年来讲的话 一到九月是小缩了 大概3.11个% 城屋除了涨幅比较大区以外 其他有些跟进的速度 还没有预售那么快 所以它的影响层面 会小于预售市场 为什么房价没跌下来 就是其实卖方还是可以撑 所以我们预计到今年底前 房价反转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微乎其微 至少要最快要等到 明年第二季之后 才会看到房价修正的 一个可能性 新展银行同样预估 央行接下来还会再升息两次 让房地产市场软着陆 房价在明年第二季 就会明显下修 专家建议 想等房价回落的购屋组 不妨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们预估下一波 台湾房市如果真的有受影响的话 可能是会出现一个急跌的状况 那修正期很可能跟金融海啸一样 大约只有半年左右 所以如果民众真的想要 把握房价修正的时候再买 下一次房价修正的时候 进场必须要非常的果断 否则很快的就会错过了低谷期 最近这一季可能会以盘待跌 所以它的变化性会不到 那大家建商也在观望 所以消费者也在观望 所以基本上只是交易量会紧绷 我觉得房市会在 第四季会在选后会比较迷囊 假如选后的交易量没有回温 那这个房价就有可能松动 今年房市买气收敛 多空交战 且看房价何时有感降温 TVB也新闻中影轮代元力台北报导 今天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日元贬值 甚至一度也来到了0.21这个关卡 当然也掀起了不少台湾民众 欢日元甚至到日本购屋 当包租工的兴趣 甚至有人做足了功课 挑选价钱合适 交通又方便的地点入手 让投报率更高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 日元贬值的确是一大购屋的诱因 可是后续呢 这个房子的管理跟经营也很重要 才能够让自己的投资或者是出租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那他这个房子呢 才令和二年才盖好 房子非常得心 直接介绍房屋外观 眼前这一栋 整洁亮丽 格局方正 户户都有大窗户的案件 是会在日本中野区的房子 日元贬值越来越多人 前往日本制产 当包足工 投资人做足功课 选择热闹地点购买 而且类型方向都有自己的套房 这个令代公寓呢 它里面就是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套房 就我们把这样的想象 那里面可能有九间有八间 那每一间的租金呢 如果你地点好 离那个交通啊 那个捷运站啊 地铁这个方面 走路 例如说只有五分钟八分钟 非常近的距离 那是非常抢手的 民众在日本买房 主要锁定热门区域 买下整栋之后 做租赁用 他表示选择交通方面的地点 锁定上班族群 出租率很快 专家分析 2021年数据 以单千之为例 未满十年的屋龄 投报率约百分之四点六九 十年以上 投报率约百分之五点六九左右 日币不断贬值 吸引很多人到日本买房 以东京 大阪 明古屋等重要城市 吸引许多台人购乌 日本有业务拓展的需求 需要购置办公室 又或者是观光业者 需要在日本购置相关的 饭店以及住宿 对于这类型的投资 需要注意到 他投资标的的交通的便利性 以及未来在经营上面 违运维修的成本 那这一块呢 可能会影响到 他投资的效益 最近这几年 国人投资日本不动产 相对比较积极 那原因有三个 一个是日元的汇率 来到20年薪低 而第二个来说 是日本房价低 而且投资报酬率也还不错 第三个的话 是日本的法令 相对比较完善 外国人投资 不会有一些 不可预期的政治性 或者是其他的风险 根据台云日元线超排告价 一度来到0.2199元 比起去年高点 0.2797元 现在如果拿10万台币去换 可以现赚2.1万 直接省下来回机票 可以去石烫 东京迪士尼乐园 专家分析 日本不动产 涨幅不会太多 若以汇率0.22来看 1亿元的房子 花2200万台币 就可以买入 若回升到0.25 就变2500万 来回利多差很大 那再加上国人对于日本 会有一些特殊的情感 所以这几年来说 在投资上面而言的话 不动产在日本的这个配置 会是不少投资者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项 但是我们要提醒 投资海外的不动产 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于汇率的一个变动 如果说汇率变动太大的话 那可能就会直接 而影响到自己的一个获利 根据房中业者数据资料 2022年上半年成交户数 比去年同期增加40%以上 第二季平均每户成交价格 7148万日元 约薪台币1595万 比第一季增加7% 房中业者日本事业部也表示 2022年6月份 总之有超过500组以上客户 报名参加日本购物说明会 创下单月新增客户数新高 而同年上半年的来客量 超越过去两年的年度总来客数 其实询问度变高很多 这是事实 只是说当然这个时间点 因为日币汇率的影响 造成很多客户会过于冲动 所以我们最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 客户会不会说因为日币而忽略了 房地产的一些本质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尽量提醒 经营日本房产多年的专家提醒 日币贬值 的确吸引很多人眼光 但要注意必须要全盘规划 如果无法做好后续管理跟转卖 如果被套牢 或者卖不出去 租不出去 反而会造成影响 房子的管理跟转卖相当重要 买之前一定要先想卖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你是买海外 除非你变成当地人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有一天一定会卖它 但是卖这件事情 跟卖是完全不一样的 买你有钱就可以 卖你其实你要卖给谁 你的房子好不好卖 有没有人可以帮你卖 那你的房子未来在 还没有卖之前的中间的处理 这些要谁处理 其实这个都很关键 日币贬值吹起海外资产风 投资前停看厅 功课做足 投资才能多份保障 TWN新闻研究 来明台北财报报道 经济学家表示 现在全球恐怕陷入债务的陷阱吗 有钱人现在更有余裕存钱 可是穷人更穷 如何能够避开全球经济体 陷入债务陷阱呢 时间再交给新话 疫情还有战争带来全球经济衰退 还有通膨的压力 其实大家都在思考 如何让自己的财富 不会被通膨还有升息给侵蚀了 值得观察的是 像是全球很多的高资产人士 有钱人 他们都会拉高储蓄率 希望可以赚这个升息的利息钱 但是呢 这样的结果 恐怕会让市场上的资金流动 更不明显 更趋缓了 而穷人呢 为了因应通膨带来的生活压力 恐怕得借更多钱 来应付自己的生活 平常的开支 甚至购物啊 车贷 房贷 消费贷 要付出的成本 也更多了 所以现在呢 社会在通膨 还有经济衰退 疑虑之下 恐怕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甚至使经济体 陷入了债务陷阱 但是债务陷阱 到底要如何解决呢 很多专家提出了 其实升息应该适可而止 甚至鼓励政府 跳出来承担 比较多的债务 像是呢 投入了短期的财政刺激政策 让低利率 还有举债 让国家来承担 更高的风险 虽然短期之内 好像疏解了 民众荷包的压力 但是长期来看 如果通膨压抑不下来的话 恐怕会导致经济衰退 后续更为严重 恐怕也会冲击到 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 那究竟要如何 跳脱债务陷阱呢 有专家提出来了 应该要针对 每个经济体 或是每个社会 对于产业 还有社会 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创造新的产业 新的动能 也可以创造新的财富 来相拟不平的 才可以规避通膨 同时呢 也推升债务人的薪资 努力的将财富 重新分配 度过这一次的 通膨经济危机 再来要观察到的是 明年的经济展望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公布了报告 已经上调台湾的 经济成长率 来到3.3% 而通膨率 预估是3.1% 其实数字是 远低于全球的通膨 8.8% 也就是说 在这一波的 通膨潮当中 台湾并不算 太严重的 但是一般民众 尤其外食族 对于物价上涨 还是非常有感的 上班族中午买一个便当 一张孙中山还不够用 午餐随随便便就要一百多块 小资族只好学着怎么捡便宜 长假时代 民众学会的一项新技能 叫做精打细算 外食族对物价超有感 还没结婚 生小孩的牙咬一咬就过了 但家中要养大养少的 负担又更加沉重 新创公司上班的陈小姐 有个两岁小孩 细数所有生活开销 根本不用想要存钱 台湾并没躲过这波全球通膨 但国际货币基金IMF 公布的2022年世界经济展望 秋季报告中 上调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 到3.3% 通膨率则预估是3.1% 远低于全球 感受到通膨压力 最主要还是厂商 那很多厂商 他因为见证的压力 他延后涨价 就是说他先吸收成本 那等到真的不堪负荷的时候 那他再有这种 相关产业的龙头 开第一枪 全球通膨率十年来高点 金融状况趋紧 乌尔战争 新冠肺炎都是主因 以台湾主要竞争对手 韩国来看 今明两年经济成长 为2.6% 与2% 成长率低于台湾 据通膨率则是5.5% 与3.8% 都比台湾高 韩国的央行是更积极的 在做升息 从去年中到现在 大概已经升起时码 为了就是说 他的物价水准不断在翻压 日币扁得更夸张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本的进口通膨 基本上已经赚到40% INF预测先进国家 今年通膨率将高达7.2% 明年回降到4.4% 都比之前的预测高出一个百分点 基于新兴及开发中国家通膨 引燃增率 今年将逼近10% 明年温和下降到8.1% 不管是经济部还是央行 他们很重视的就是说 这个除了物价之外 还有这个汇率 那因此呢 这个让这个物价 还有汇率都能够稳定的话 就是这个GDP拉台的效果 会比较显著 那因此长期以来 我其实我们政府 大概就往这方向 再持续再进行 相比之下 台通膨率真的不高 但为何消费者对物价感受力 还是有所落差 主要原因或许是计算 通膨率的加全平均 以台湾来说 权重占最高的是 食物类百分之二十四点三 其次是居住类百分之二十二点一 及杂项百分之十六 居住类则不采纳房价 只计算房租 若把房价上涨算进来 通膨估计会增加两个百分点 以美国来讲的话 房租的权重是特别的高 几乎已经快占到三分之一了 那欧洲的问题是能源 面对外在环境挑战 国内像是透过大宗物资的关税 货物税减免 天然气等能源政策因应 让整体经济衰退 不像脱缰野马难以控制 免增了进口的黄豆小麦玉米的一页税 然后像奶油牛肉这些的话进口关税是减半 那货物税的话是像是水泥跟汽材油的货物税都有减增 那这个已经持续了五波 那目前是延长到今年的十二月底 此外内需消费高于疫情前水准 国境管制解除后也有望维持经济成长动能 但市井小民也能乐观看待吗 也许暂时先打上个问号 而受到新冠肺炎大流行影响 老保的伤病给付增加了百亿支出 加上近年老保的债务如滚雪球一般不断的累积 明年政府可能要拨补老保四百五十亿元 还有在院会通过 看起来很多 但是到二零二八年老保依旧会破产 股市反弹果然昙花一现 十七号随着美股重挫 加权指数再度崩跌 盘中一度狂泄三百点 中厂稍稍拉回 以下跌一百六十二点作收 今年以来政府代操的劳动基金 谷海翻船 拒幅亏损三千两百零四亿 收益率为负的百分之六点二 比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啸还要糟 劳动部长许明春坦言 今年的报酬率很难转正了 因为它毕竟牵涉到一千多万劳工的 这个权益的部分 所以劳保条例改革到底版本在哪 我们这个当然会再继续争取 社会的共识 要多久 你已经讲三年了 劳工退休金大失血 同一时间 攸关劳保存续的年金改革 包括劳保条例修法 并成立劳保年改委员会 仍八字每一撇 虽然明年将调高劳保费率 至百分之十二 近几年政府也陆续从国库 撥补两百亿 两百二十亿 三百亿 到了明年撥补四百五十亿救火 但对照劳保财务黑洞只是九牛一毛 政府的预算现在要撥补很多钱 也不大可能 因为他的那个劳保的负债 真正要解决问题 他是要好几兆的资金才有可能 这两三年是不够一千亿以内 可是两三年以后 开始就不够两千亿 大概两三年就跳一次 不够两千亿 三千亿 四千亿 然后很快的 他就停留在九千多亿 每年不够的钱 我们现在一年就是劳保的 就是保费给付大概四五千亿 那一一七年开始的时候 那个数字可能是七千亿 到了一二五年度的时候 那个数字其实会破造 那不管就我们现在 就是整个中央政府 总预算的规模来看的话 所以如果说要用政府的预算 就是全部都用撥补的方式 去养劳保的话 那可能我们要裁掉一个国防部 其实还不够 劳保年金迟迟不改革 却拿全体国民的税金补破网 不仅不符合公平正义 对劳保结构性问题 也沦为治标不治本 根据最新精算报告显示 社会与劳保基金收益益注 加上政府拨布 虽然已让破产年限 从二零二六年延后到二零二八年 不过以全台投保劳工 一千零八万人估算 假设基金投资报酬率为百分之四 消费者物价指数百分之零点九 投保薪资增长率百分之一点五 未来五十年潜藏负债 仍将突破十兆大关 他们把这个投资报酬往上拉高的时候 那当然整个的财务 看起来就会改善许多 但纵使如此 也只是让破产的日期 稍微往后延了一年两年而已 所以从这地方来看 整个整个财务的状况 整个劳保的财务状况 还是非常的严峻的 降低给付 其实我们在精算上 它是最有效的方法 可是因为降低给付 会影响到很多的弱势族群的劳工 这个长期来看的话 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就是说你在改革 假设你是要降低给付 你可以去保护那一群比较弱势 或者是已经退休的那一群劳工 你给他设一个楼地板 让他们有足够的 最低的金额可以生活 你拖了这么久 你改革一次两次三次 你最后就是受伤 就是年轻劳工吗 政大教授黄洪志直言 若要劳保收支平衡 费率必须拉高到 百分之二十七点八三 但对于负担最重的企业而言 可行性相当低 因此降低劳工给付 势在必行 有学者同样指出 劳保想存续 一定得删减给付 或延后退休 民众要有心理准备 当我把投保薪资的平均年限 从五年拉到十五年的时候 算出来的平均投保薪资 一定会降低 那降低代表就是 未来宁领的老年年金 也会减少 法定的十二趴 可能还是不够 可能还在往上 那这需要再修法 那立法院同不同意 再来给付这方面是最尴尬的 因为这给付砍下去 很多劳工会受到影响 蔡政府执政 倒数一年多 劳保改革沦危口号 专家担心 越晚改革 阻力越多 劳保这块烫手山芋 让上千万劳工成为输家 台湾逐渐走出疫情 阴霾国门也迎接开放 而新门町的商圈 也迎接商机 出占人数大幅度成长了八成 而附近店家的出租率也大增 一层又一层 以牛奶为基底 草莓 咖咪瓜 还有芒果 不同颜色叠上去 最后点上两个大眼睛 附上配料炼乳 马卡龙公主雪花冰 不只好看又好吃 不仅有疗愈系甜点 天凉了 还有暖乎乎的甜汤系列 小有名气的甜品店 这回选择来到首都插旗 地点就选在台北西门町 疫情快六四要会开放之下 看对这个人潮 然后必须要先住进卡位 因为有这种期待 带进一些国外的客人来 西门町这个地方 趁店租还在不算高 赶快逢低卡位 随着后疫情时代来临 还有国境的解封 整个西门商圈事况 已经越来越热落 回到西门町 昨一回就会发现 这里的店一家一家的开 看到这里又是一个新装潢的店 而它的隔壁两家店 也都是这两个礼拜才新开的 但也整个西门町的徒步之 还有几段到会发现 近期是开了至少十家店以上 是一直改脱了前两年 不仔细的倒地场 观光客是新门町这边的最大的金流的火水 有人掀起卡位 尤其在新门町六号出口的这一带 新的店家确实 不管是要装潢 还是已经开始营业的 确实有了互数迹象 进一步分析西门町开店数大增 主要能分为三大原因 除了是店家抢先布局解封商机之外 店面降租后 也是吸引更多店家进住 再加上娃娃集店因为租金高 但是客源严重流失 整个商圈倒了至少一半 释出了更多店面 让新商家紧注 最近这一个月 特别是这种疫情开始解封之后 这种国境开放的这种消息一传出 其实这种询问电话询问度就非常高 那其实后来也很快的就成交 那我们观察主要的一些业种来讲 大概就是餐饮服饰 然后一些饰品业 那目前看起来这几个业种 开店的状况是比较常见的 不管是家庭 个人还是拖着行李的旅客 人流增加看得到 根据捷运站站点人流统计 西门站今年八月平均每日出站人数为4.9万人 跟去年同期的2.7万人比起来 是大幅增加了八成 虽然距离疫情前的7.6万人还有一大截 但是已经有回温的迹象 其实现在进去就是卡位说 未来国境开放之后的一个人潮的回流 那当然对于店家来讲的话 他可能这些都是选择 因为他可能这种人潮回流的速度 到底会有多快 其实也不好预期 但是你现在如果没有卡到一个比较好的点 或者是现在比较低的租金 先抢先进駐的话 那其实未来这种空的店面 可能也会越来越少 当然距离这种疫情之前 还是有一段差距 不过整个市场上 可能最安淡的那一段时间 应该已经慢慢过了 沉寂已久的西门丁 终于准备迎来复苏 从店家的布局到人数的增长 向重回到以往的热闹景象 已经不远 体育新闻 肖映强 陈文岳台北 采访报道 人力宁航掉下发现 疫情接下来还是有八成期的 大学生有计划打 但他们偏好的行业 其实变成行政海 我们是人员 餐饮业叠出了前三名 平均一分钟就能做好一杯 手摇影 动作快速熟练 打工族吴俊廷是位大四身 说到饮料店打工 入行门槛低 排班时段弹性和上课时间 叫美冲突 其实店里还蛮多功读生的 台班上其实还蛮弹性的啦 不会引草到我的课业啦 因为其实因为我们 现在目前大四了 现在其实课其实基本上都比较少 所以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在职场上可以再上班 好 那一杯就好了吗 对 请问有需要刷载具吗 台湾人爱喝饮料光是一年 就能喝掉十二亿杯 到首阳饮店打工是不少学生族群的首选 课后赚外快不外乎是要帮自己赚取 生活费的学费 因为我读私立学校 那跟公立学校的学费落差很大 所以我觉得我能给的班 我一定会给 目前打工下来一个月最多 可以赚大概两万多块 那我还有学 因为刚好我比较幸运啦 我没有在外租屋 那是住的家里 所以我只要负担我的学费 跟附食费生活娱乐将其实而已 打工被学生视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疫情也让学生心目中的理想职务 重新洗牌 过去大学生最向往打工的餐饮业 受到疫情冲击 也影响到学生的打工意愿 疫情过后反而比较倾向于去门市当店员 或者去柜台当行政人员 主因是工作环境稳定 内容也相对单纯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最受大学生青睐的打工类型 以坐在办公室的柜台行政 百分之四十三点四最多 再来是服务业的门市店员 至于第三名则是家教陪读 虽然门槛较高 但工时短时薪也相对高 而餐饮业则叠出前三名 因为在疫情中 不少业者大量砍班 甚至是歇业 影响打工组意愿 尽管疫后业绩逐步回升 但仍出现人力缺口 主要是因为这两三年疫情的关系 不少业者会减班裁员 那然后打工主觉得说 在餐饮业工作 似乎收入不够稳定 加上我们观察到 现在年轻学子 比较不偏好体力活较重的工作 百官会台行政人员 跟门市电影员 因为工作的时间比较稳定 工作内容单纯 还有工作的环境也单纯 所以就成为了学生打工的首选 那么第三名的家教陪读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高CP值的打工 不只是时薪比较高 一般来说至少都会有五百元以上 如果有特殊的专业技能 可以上开一千到一千两百元 一个小时 不过在疫情期间 有不少大学生开始运用 远距教学的方式来赚取生活费 线上家教透过电脑 或者这个是手机平板的方式来上课 所以现在蛮多大学生 也开始接这种所谓 线上家教的一个课程 同理因为这样的一个 数位转型工作的一个模式 其实蛮多这个大学生 也开始比较愿意接受 像这种直播主的一个工作 或者是这个网拍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工作 不难看出碰上疫情年 影响学生的打工模式 而且要帮忙分摊家计 过着半工半读生活的人 也变多了 最新调查有计划打工的学生 高达百分之九十点一 高于去年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 创下九年来最高纪录 过去两三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自己的爸爸妈妈 可能也受到无薪假 或者财源减薪的冲击 家庭的一个经济 确实可能要被迫让学生 提早也来承担 有时候提早经济独立 也要开始自己找一些打工 或家教的一个工作 大学生现在平均每个月 最多会安排六十三点 四小时来打工 换算下来 利用非上课时间 一天会再工作 约两小时 疫情冲击生计 对于背负学代的青少年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PBS新闻 陈建敏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高梦高涨 但是政院公布 国人的总薪资成长率 只有百分之零点九五 中产会不会落入新贫呢 允熙 国内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八月的时候呢 是百分之二点六六 九月的时候稍微往上走 到百分之二点七五 一到九月的平均是百分之三点零六 这个关乎物价 接下来怎么走呢 主席总数认为明年 有机患回跌到百分之二以下 至于明年的景气 主席长朱泽民 他则提到明年的经济成长是放缓的 但整体来说 他认为还是呈现一个好的方向 不过对于GPTP能不能保三 他其实是没有多做回应的 讲到物价能源 就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国际油价受到物质战争的影响 其实上半年的时候 是一直在往上走的 六月的时候 平均价格是每桶 一百一十七美元 年涨百分之六十三 不过随着美国升息 大陆疫情等等的影响 油价呢 开始往下回跌了 九月的时候来到 每桶九十五点三美元的价位 这个数字呢 年涨其实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九了 十月的前半个月 来到九十四点八美元 又更低了 年涨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已 因此外界认为说 油价往下走 有助于舒缓 国内物价的走势 明年GDP要保三 国发会主委公民心认为 如果出口缩小会冲击 但保三没有问题 琳琳满目的韩国零食 泡菜 人参鸡蛋糕 还有人穿着传统服饰 仿佛一秒来到首尔的超市和街头 但这里不是韩国 而是百货业者举办的韩国展 不出国一样可以品味导致一些异国的料理 虽然国门打开 但机票价格还不清明 还没出国计划的民众 透过异国商品展过过干瘾 百货业者配合周年庆党旗 拉抬整体业绩 预估大概二十点三亿成长 六个percent 社交回归 所以在服饰业种 也有双位数的成长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家用也会大幅的成长 最主要就是可能抗风门的原因 大家会购买一些耐酒菜 网红网美拍照打卡 哈利波特快闪电又来了 进到霍格华兹 让人置身在魔法世界中 后疫情时代消费力爆发 百货周年庆 吸引人潮有品牌业者结合 月底的万圣节商机 推出哈利波特展 预计再带动一波买气 创造粉丝经济 疫情前四五月 四五六月的时候 真的是比较冷清一点点 然后最近的确 这个八九月有慢慢看到 那个经济有比较 回回转趋向 年底周年庆大战 开打业者各出奇招 预估业绩将比去年成长一成 消费力反映经济力 国内经济有望得到振兴吗 大家在前三季 可能还是会担心疫情 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工作跟收入 所以都是比较保守消费 现在听到边境解封 集中消费的这种 暴富性消费的这个趋势 就一下子跑出来 除了内需还要看出口 主机总处公布的经济成长预估值为百分之三点七六 但出口成长幅度缩小 数字恐怕会再下修 对此国发会有信心 一定超过百分之三 但明年要保三谁都没把握 央行总裁杨金龙就指出 明年经济成长将在百分之三以下 中经院公布的最新数据 除了下修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 从上次预测的百分之三点五六 降到百分之三点二八 也预估明年经济成长率将很难保三 只剩百分之二点八一 民间消费固定资本行程是内需的主要支撑 但国际能源量价剧烈起伏 各国物价走势持续维持高档 台湾在去年跟今年是制造业出口表现很好 因为制造业表现好 所以投资也很暢旺 那我们过去这两年受到压抑比较多的是 内需消费因为有疫情 但今年下半年以后反而情况会相反 第一个是现在欧美日中 他们的情况不太好 所以我们的外销出口压力很大 我们的科技业外销美国比较多 我们的传产外销到中国大陆比较多 现在这两个双引进同时熄火 民间又如何看待整体经济环境 人力银行以劳资双方来比较 百分之五十一资方认为经济能保三 劳方则有百分之四十二有相同看法 至于明年景气有百分之三十四企业看好 劳工则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看好 其实早在边境解封之前 就已经蛮多这种 不管内需或外销导向的业者 在接单或扩点的一个布局 其实已经提前做好了 此外百分之七十二点八的劳工认为 想刺激台湾内需经济应该加薪 而且要加到百分之十八点六 才会提高非基本生活开销 然而经济是一环扣一环 若整体景气没复苏 企业想加薪恐怕也力不从心 TVB新闻中的荣誠如环 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